關注的是美國撤軍 導致塔利班重漲阿富汗政權 那麼外界就很擔心了 有沒有可能台灣會成為第二個阿富汗呢 國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非凡卻說 這個該小心的是國內的投降主義者 每天都在蠢蠢欲動 而此話一出呢 讓國民黨台南市議員謝龍介說話了 他就說 這林非凡你可能連槍都不會拿 林大副秘書長 吃飯吃得很大 他不知道父母的辛苦 那就是 當口飯來嘛 分手前就來嘛 他過的是逍遙快樂日子 然後一畢業以後 大家找不到工作 他一早就是九萬起跳 所以他不可能苦民說苦 尤其在他成長背景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你不要扣人家帽子什麼叫投降主義 對不對 哥哥我 這一輩子當兵 13年 我還送他一天 慢一天退伍 三年又一天 海軍陸戰隊去打聽看看 我們是怎麼熬過來 我們當時是從 反攻大陸 一直到 我們進去 郝伯孫 當總長的時候變成是 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堅敵於海上 對不對 石斗灘頭 為海軍收戰口 為陸軍做先鋒 陸戰隊就是這種精神 死在沙灘上 用生命保衛國家 你連當兵都沒有 你看我看你連開槍都不會啊 你說別人是投降主義 什麼叫投降主義 我們在當兵的時候 我們在捍衛家園的時候 到現在 如果兩岸起爭 我還是一樣會第一線 跑到第一線去的 愛台灣不是用嘴巴講 您說愛台灣 我看你們都愛台幣啊 各個都是愛台幣 怎麼在愛台灣呢 什麼叫做投降主義 台灣到今天 中華民國到今天這個月 到七月底 我們兩岸的貿易額啊 占了我們整體的43.6% 就等於是 中華民國只做100塊的生意啊 就跟大陸做的43.6了 那你可怕這23個協議 為什麼不廢掉啊 這就在九二共識的基礎價 我們講一中特表 你就說是九二共識一國兩制 你白白白要把你拎到九二共識一國 那很簡單啊 你就廢掉嘛 廢掉那些協議啊 通通鼓勵做生意 我們是投降主義 你已經投降一半啊 靠誰 靠自己啊 你都會講 蔡英文不是也會講 那你們全部是靠著老美啊 你有靠自己嗎 你買的武器比人家差 價錢比人家貴 你有叫幾聲嗎 沒有啊 好 另外是立委陳柏惟 他在臉書上 他就有寫了一段話 寫了一篇文章 但是其中呢 好是被大家罵翻了 因為很多人就對這句話非常的不解 他說如果沒有國民黨 那麼台灣可能會成為美國第50或51州 甚至還說有可能會 21世紀的今天會成為美國 第二或第三大州 此話一出 那麼宅神朱學恒是狂罵他 狂酸他 甚至還說 陳柏惟很丟台中人的臉 很丟台灣人的臉 因為他亂扯歷史就算了 甚至還說他的數學都不好 簡直地理數學都是零分 好 那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陳柏惟的罷免案 將在10月23號就要舉行投票 不過陳柏惟好像沒有受到影響 他還是會在這個私人這個臉書上面 不管是粉專還是臉書 他都會寫文章 然後他昨天就在自己的臉書寫下說 如果沒有國民黨的話 台灣可能早就獨立了 又或許會是美國的其中一個州 此話一出引發外界一片嘩然 而最近有一些言行 甚至也被人起底 過去的一些荒唐事蹟 我們繼續來看 歷史哪有那麼多的如果 基本上台灣目前有很多的議題 等著我們的立法委員們去關心 他應該要好好關心我們目前的 大家民眾所關心的時事 例如大家現在都沒有疫苗可以打 還有關於過去五倍券正心券的話題 大家怨聲載道 他怎麼不來講講這些的話題 去講說如果當時沒有國民黨會變怎麼樣 陳柏偉先生如果你那麼崇美的話 那就請你離開台灣 不是離開立法院 你就直接去美國就好了啊 為什麼那麼多的如果咧 那如果當時你沒有當選我們台中的立法委員 我們台中或許會更好 如果台中沒有你陳柏偉 或許今天的台中 今天的中火也不會火力全開 所以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如果咧 怎麼說如果1949年如果那麼久 立委好好把你立委的事情做好吧 沒有那麼多的如果 但從他當立委之後他一些的言語啊 我可以說都是在製造對立 其實很多我們台灣很多人 尤其是目前的年輕人 都是在他的網路世界裡面 我想他這樣的發言也會誤導很多人的想法跟看法 一個立委如果常常講出這樣的言論 大家想這樣是對的嗎 所以我從剛開始在發動罷免陳柏偉 我最初衷我最看不慣 就是他講話充滿星山社製造對立 甚至於尬壞小孩大小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